松松软软,孩子们都喜欢 凉面按照我,抓拌抓拌,你可以出摊了 料理机,所有感的越稀越好,抓拌均匀 再分三次倒入玉米汁,后腿肉清洗干净 厨房纸擦干水分,准备灌肠器 塞满肉馅再套着烤肠就做好了 小朋友都喜欢吃 银鸭蛋洗净,剪刀敲碎,剪一个小洞 加少许水,包一层西纸,放蒸锅 蒸好吃又好看的水果果冻就做好了,可以出摊了 上次做糯米蛋,很多小伙伴,软弄咸香的糯米蛋就做好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,调温,特别的香浓,丝滑 做这道菜我家小朋友都要多吃一碗 蒸锅水开蒸30分钟,处人,多多做给你家孩子吃吧 对象吃不完的吐司,加入牛奶,搅拌 好的洋葱,拌好的吐司,加点五次,趁热放上去 用余温把它软化,另一种吃法,先做个酱汁 大火翻炒均匀,最后撒点黑芝麻即可 调味只需倒入这么一小包酸辣汤 小朋友做一个酱香肉饼啊,锅内不放油